为什么做这个视频?因为有所经历,所以更懂早泻扬违着内心的无助,自卑,焦虑,紧张,害怕,担心,回避等情绪。 自己也踩过很多坑,喷的,抹的,吃的,练的,样样都上当,当当不一样。 后因自己各种钻研学习,拜访名师,心法家训练,彻底改善当我蜕变后,就立志要帮助更多兄弟提升改变。 为什么大家把时间短都叫早泻?回想下小时候看电视,插播广告,男人阳尾,早泻,请去某医院,报纸杂志小广告中,普遍都能看到这些词汇,慢慢的,就存入我们潜意识里了。 所以遇到时间短的问题,无论男女,都会以早泻称呼,其实这是错误的信任制。 我是各项检查都做过的人,和明院教授太多次交流,最终我获得这样的经验,只有严重气质性问题,严重前列腺炎,尿道炎,灰头炎,高丸炎,记住神经疾病,三高,假抗,才能诱发真正的早泻。 试想下,当尿尿都能腾出一身汗的时候,还何谈持久力呢? 时间短问题分为三类,功能性、技能性、心理性当然,也会存在混合型。 功能性,吸烟酗酒,熬夜加班,酒做缺乏运动,身体亚健康状态,平时爬个楼都气喘吁吁。 累出一身汗的亲密运动时,能表现好吗? 应对方法,你务必开始运动,有氧无氧都做,跑步,游泳,健身房三大象练起来,先提升身体素质,才有资本提升持久力啊。 技能性,99%的兄弟都是技能性时间短,从小就频繁用手,且方式错误,一味球快,追求刺激,逐渐形成了球快习惯,同时缺乏经验技巧,导致每一会就脚腔了。 下面开始讲,如何训练,一意,找准控制调节点,并熟悉与潜意识中,先说下男人四个性兴奋阶段,兴奋期,平台期,发射期,消退期。 你能用手导致时间短,也能用手练成持久先生,首先找一部带钱式的电影,不要重口味的,时长15到20分钟就够有。 假设自己是男主,在有冲动之后,进入平台期,实战中的鼓掌阶段,觉察自己身体发生的细微变化,开始的呼吸急凑,逐渐的,你会发觉PC机开始收紧,加屁股,绷紧大腿,很想加速,相交不受控制的跳动。 这个阶段就是平台期的反应,尤其是开始加屁股,绷紧大腿,想加速,这就是进入了调节点。 当进入调节点后,可以降低手的频率和力度,让它再降低到平台期的起点,然后慢慢加大频率和力度,等上升到调节点,再次降低动手频率和力度,重复15到20分钟即可。 这个阶段,很多兄弟容易逼我,因为我当时也是如此,一定不要着急,循序渐进,持之以恒,你就会轻而易举地掌握了。 二,学会调控胶感神经和副胶感神经,胶感神经位于前额头,主打就是个紧张亢奋。 大家有没有发现,当你实战的时候,大脑很容易兴奋,尤其是额头处,紧绷甚至发萌,这是因为我们接触到刺激信号的时候。 胶感神经太活跃了,处于胶感神经活跃,人会紧张,过于亢奋,甚至大脑一片空白,一旦大脑过于兴奋,在鼓掌时肯定提前发射,甚至秒。 腹胶感神经位于后脑勺,主打就是个放松,愉悦,和平相处。 当你睡觉,听歌,运动,开怀大笑,这是腹胶感神经被启动,整个人放松,坏了,毫无压力感。 试想一下,如果在腹胶感神经被吊动的情况下去鼓掌,你还会过于亢奋紧张吗?那也就避免了过早必有的可能,如何吊动,将胶感神经调控到腹胶感神经。 你有没有发现,你在为爱鼓掌时,心率会很快,甚至还没怎么动,就呼吃带喘的,人体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,你都这样了,还鼓什么掌啊,保命要紧啊,自然让你先避免,以保身体机能不受大碍。 呼吸法和PCG法就可以有效助力,它可以帮你平和心率,调动腹胶感神经,转移注意力。 第一点,呼吸法训练教学,简单的讲,就是把吸吸与呼气,各分为五八十二段进行,刚开始练习,可以数节拍,新手刚开始练舞拍,可以把呼吸过程,想象成是有轨道的,从鼻腔前额头,大脑皮层,后脑勺,咽喉肺部,潜意识想象,然后呼吸的时候,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轨道上,呼吸到哪,到那,注意力就到哪,这样就成功帮你吊动。 呼吸动腹胶感神经,来和我一起吸气,一二三四五,呼气,五四三二一,节奏一定要稳,分配一定要均匀,要不然不够吸,或者吸太猛,导致缺氧,那就得不偿失了。 平时闲着没事,就可以练起来,十五次为一组,做个八到十组都行,也可以运用到跑步当中,有节奏的呼吸,重在习惯。 主,呼吸静态动态时都能运用,新手先练五拍,掌握后练习八到十二,实战中,节奏慢的时候,运用五拍,节奏快的时候,运用八到十二拍。 只要呼吸配合得好,你就不会紧张,心率平稳,持久力自然提升。 第二点,学会运用PCG调控法,降低兴奋感。 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,讲解过,这里就不做介绍了,或者私信回复,PCG,展哥发给你。 三,岩石脱米训练,市面上花里胡哨,各式各样的脱米,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 肥所思,什么几捏法,揉搓法,淋浴花洒刺激法,冷热水交替法,就差用钢丝球和砂纸搓了。 这些方法太多人验证过,几乎没用,即便有用,实战时依旧秒闭,而且很难坚持下去。 练一段时间,尝试后依旧很快,使自己更加失落,越来越缺乏信心。 讲真,钉钉头敏感正常,不敏感才有问题,这个敏感度我们可以科学调控。 还有,真正的敏感,不单独是钉钉敏感,还有心理敏感。 心理敏感主要是接触到来自女性的视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听觉等性刺激信号过于敏感。 第一点,钉钉头脱米法,每天可练习8到10分钟。 秒必有的兄弟,慢一点,轻一点,适应一段时间,再逐渐增强。 住,手指发力均匀,且尽量触碰钉钉头每一个区域。 不要太晚训练,避免大闹残留兴奋度,导致梦遗,心理脱米法。 一,没伴侣的,选择单人性感集中训练。 二,有伴侣的,选择双人性感集中训练。 四,发射反射弧延长训练法,扭转以前错误用手形成的球快习惯,是延长发射反射弧的重要因素。 不能再像以前非自主发射模式,要成长为自主发射模式。 非自主发射模式,直线飙升。 而自主发射模式是有调节点的。 请看下图,大家可以看到,当兴奋度累积过高时,绿点区域就是该进行调节的时候了,整个过程中是有高低起伏的,这样就实现了持久力。 以上的详细内容训练法由于比较敏感,这里只说个大概,大家需要详细教程训练后台私信。 哦,心理性时间短的原因怎么办呢? 主要还是缺乏经验技巧,心理紧张害怕,过度在意对方的感受,担心自己会早些,会让对方不满意,焦虑对方会因此时与自己分手。 恐惧因为时间短,导致自己倍率,被嘲笑,被看不起,甚至和展哥以前一样,被拿来和前男友做比较。 如何应对,告诉自己,我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,我一点点成长并不丢人,我也是人,我也需要关注自己的感受,而不是全部关注对方。 我所担心的现在都发生了吗?没发生,我焦虑个屁啊。 活在当下,享受鼓掌过程,至于那些焦虑情绪,和我一起大声喊出来,去TMD,感觉分享不完,而且写得小心翼翼的。 看到这的兄弟,给个小赞支持下,往后还会分享很多。 能看到这里的兄弟,相信都非常认真且积极,我能蜕变,相信你也一定可以过程中有疑惑。 欢迎前来交流,男人更懂男人,兄弟们一起加油。